欢迎回到面对关键人物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王董事长 为我们来谈一谈 道理精英集团未来发展的目标 以及给台湾年轻人 如果想到大陆工作 需要注意些什么 董事长 不过您当时那样子的努力 那样的坚持 其实好像也因此而换得 这个地方政府对你们的好感 就是好像表示 你们的坚持下去 您可不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您的坚持造成后来在 南京或是整个江苏发展的话 是不是对事业上面的发展 有正面的效益呢 这个政府对于发展的认识 它是停留在所谓的硬体 就是做项目 做业绩 做地标 所以在那个阶段 所以我们去做一个 那时候是全国第一高楼 所以对政府来说的话 它在政绩上面 它是绝对是对我们倾斜 支持 你肯做这项目 那政府是千万百计 它要支持你做 因为跟政府的这个业绩 跟政策是相符的 所以也体会出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企业的发展 假如是跟社会的发展 是同步的话 你是荣誉得利的 在发展的过程呢 我们也体会出来 就是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它可能也有这个 这个soft side 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 如何去把这个业绩做好 如何在同行的竞争过程之间 能够这个脱颖而出 这个软实力啊 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等到我们需要训练一批 这个大陆的服务行业的人才的时候 那我们对地方的影响就很大了 所以这个精英集团培训的人才 现在是遍布这个大陆的各个 这个大的服务行业 所以 所以精英集团训练的人才 开支散业到中国大陆很多的地方 不只有你们的布点 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骨干人员啊 他们每天可能说夸张的 至少每周啊都会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 而是地产式的轰炸 每个人每天都会看到手机上的留言啊 你对你的这个职业生涯 有没有重新的规划 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啊 这证明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企业跟员工的结合啊 它是一个是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假如我们能够提供好的这个平台 员工就留下来 假如说是别人有这个更有利的条件 员工也有一定的选择 他的选择过程啊 他说不定也考虑到这个氛围啊文化啊 他的这个幸福感啊 还有他将来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这种提高啊 那同时他会考虑到薪水 所以这个 这个 总的说起来啊 就是说 我自己的体会是 第一你要考虑到市场的变化 第二 你要考虑到市场的竞争 所有的不利因素 都是 促进你进步 促使你进步的最好的动力 假如没有这么多猎头 我说不定就对员工没有像 现在这么好 假如没有这么多 你可以举几个特别的例子吗 怎么样去留住员工 是 我们有个员工 这个 他是原来在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他工作了 这个七八年之后 那我们也是 从业务上的了解啊 把他培养成 这个 商业的人才 然后 给他这个流转了几个不同的部门之后啊 把他升作 这个 副总裁 他很年轻 三十出头啊 他就变成 这副总裁 然后 那 我给他的薪资待遇啊 我认为是 按照这人力资源部的评定啊 认为是很高的 等到这个 现在中国 比较大的这个 一个集团啊 也像 从房地产 这个 做这个商业 做零售发展的时候啊 他是 不惜 贡本的 以五倍的薪水啊 把他挖走了 五倍的薪水 把他挖走了 那他 那时候我们就思考这个问题 他挖的 他实在是什么呢 他 他不仅是这个人的人才啊 还是 可能还是整个 整个作业系统 整个 整个 你从这个ERP系统 你从这个 merchandising 招商系统 你从这个inventory control 你从平常 日常工作所接触的 这系统啊 实在 都是他们应该付的 这个代价 所以这个上面呢 就促使我们啊 就是我们自己的 系统流程啊 一定要更新 就是说 我们不能 没守成规的 说这个套就是标准 我们一定要 及时的去检验 去优化 做这个 这个螺旋式的提升 来面对竞争的问题 所以 所以 他过去也很好 我们 在这个上面 要重新定位 我们说明 这员工都要加薪 来应付 外面的竞争 另外一方面 我们自己的 本身的做法 应该还要再提升 而不是说 这个 这个 谁 谁挖了一个高管啊 就把公司的 管理系统 就全部带出去 就是你带出去 你可能 只能维持六个月 只能维持一年 所以 从 从日常的这个工作里面 我们 可以 把好事情 把坏事情 变成好事情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 今年呢 就是说是 我们有一个员工啊 是 中级管理人员 他 在公司里面 没有得到重视 那 他离职了以后 到了另外一家 这个优良企业啊 就发挥得非常出色 我们也有幸啊 再跟他接触到 就把他请回来 所以人才真的是 公司集团的资本 把人才顾到了 其实整个企业要发展的话 他才有一个 后续的动力在 所以你看 现在所有的大公司啊 不叫人事部了 都叫人力资源部 所以human resources 他应该是个资源 甚至应该把它提升 成为个资产 有人就有财 刚刚您一直强调说 这个精英培养出来的人才 是其他各界都想要 透过猎人头公司来挖角的 那您觉得 您今天走出去可以很骄傲地 说我精英训练出来的人 跟其他的人就是不一样 因为所谓这个不一样的DNA 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品质跟学历 有学历有品质进来了之后 你怎么能够养成他 工作的习惯 跟他工作的思路 我想这是关键 我的做法是 他们大陆讲着 中西合璧 中西合璧土洋病局 有很多是土的办法 像我们公司里面 这个 到现在都是维持 二十年以前的 一定要开这个周会 开周会 然后一定要有 每一周的工作总结 跟下一周的工作计划 做得好的 一定要提出来讨论 没有做完的 一定要 要说明 然后继续要做下去 所以这最简单的这个方法 至少可以从到下 他至少每个礼拜 他工作有一定的目标 然后做了中级管理人员 跟高级管理人员 他应该对于这个 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 或者每个年度 他要有一个工作思路 跟想法的 他的工作思路跟想法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短期的或者是长期的 他是考虑到公司的利益的 还是考虑他部门的利益的 还是他考虑他个人的利益的 你的员工里面考虑到公司的利益多 那你就是个优良企业 考虑到个人利益多 那你就要特别 特别要小心 所以从工作的思路 跟工作的方法 都要养成习惯 工作的方法 我再举个例子 最好的习惯 就是每个人 他只能谈解决方案 不能谈问题 你假如没有解决方案的话 你没有权利的提问题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高级管理人员 他每天就说 这个不对 那个要小心 但你讲了半天 你除了约束员工的发展之外 它是没有任何好处 假如你有一个解决方案 你说是我们现在有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那这个才值得讨论 如果台湾的年轻人 想要到精英集团 或是到大陆企业去工作的话 我相信你也曾经有接触过 一些台湾干部 那您觉得说台湾人 他如果想要到大陆的 这个企业去工作 而且他可以得心应手的话 你就有些态度 必须要怎么样稍微调整一下 让他们在那边工作 可以更顺心 到大陆发展 你假如是愿意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牺牲 从发展的过程之间 找到你的快乐 慢慢地从所谓的这个苦中作乐 先苦后乐 做到以后的乐在其中 这是要留心理准备的 我看到太多的优秀的 台湾年轻人 他很快地在上海 在大城市里面 他感觉没有幸福感 因为他享受不到工作的快乐 他只看到了各种环境中间 产生的这个问题 这个不如台湾的地方 所以怎么样培养你的兴趣 你已经离乡背景 你是为事业来去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在你的工作中 找到乐趣 找到定位 找到了 一切都OK了 好 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董事长 谢谢 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专访他 这就是今天的面对关键人物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